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之音报道 戴夫 戈鲁什 在周三 7月26日国会听证会上回答众议院议员的问题时表示 他知道此类外星飞船的确切位置 并且他已将这些信息提供给情报部门监察长 戈鲁什已成为举报人 并作证说他因揭露此事而面临报复 他告诉国会议员 美国政府也拥有非人类生物质迹的证据 戈鲁什没有详细说明 称他本人没有看到任何外星飞船或生物 但他的证词是基于他在美国情报界进行的数十次采访 这位空军退伍军人还曾在两个情报机构工作 他是出席众议院监督委员会 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的三名前军官之一 该小组委员会就不明飞行物问题举行了135分钟的公开电视听证会 这项技术超越了我们现有的任何技术 大卫弗拉沃尔David Forever说 2004年 弗拉沃尔作为一名美国海军飞行员 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附近拍摄了一段被称为TICTAC的物体的违背物理原理的飞行过程 有四双人类眼睛见证了这一事件 我们都是非常可信的 弗拉沃作证说 这可不是说笑 第三位目击者 瑞安·格雷夫斯·Ryan Graves 是201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FA-18超级大黄蜂的美国海军飞行员 当时他的中队第一次遇到了未知物体 他描述了他和同事所看到的透明球体内的深灰色或黑色立方体 直径约为1.5至4.5米 格雷夫斯表示 此类事件变得如此频繁 以至于机组人员会在飞行前简报中例行讨论这些物体的潜在风险 在接受议员质询时 格雷夫斯表示 他知道这艘飞船不可能是国产的 因为它们能够在四级飓风中保持完全静止 然后可以加速到超音速 格雷夫斯说 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 几乎所有地区的军事飞行员和其他人都收到了类似的报告 听证会还包含其他耸人听闻的证词 这些证词尚未得到独立证实 但与证人和其他人近年来在主流媒体文章中发表的陈述类似 其中包括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 为调查不明异常现象而成立的国防部实体 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 ARO正在反驳格鲁什 关于早期特检行动获取某些材料的申请被拒绝的说法 迄今为止 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尚未发现任何可验证的信息 来证实任何有关拥有外星材料或逆向工程的计划 在过去存在或目前存在 五角大楼发言人苏高夫 Sugov表示 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 致力于跟踪这些数据及其调查 无论其走向如何 格鲁什告诉一组来自两党的议员 还有更多机密信息 包括有关足球场大小的飞行物体的信息 他可以在适当级别的闭门会议上透露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 保琳娜·卢娜 安德普琳娜·卢娜 表示 委员会被拒绝进入美国国会大厦内的安全机密信息设施 SCF 未能听取证人有关机密问题的进一步证词 委员会的几位成员承诺 将努力公开有关该主题的更多信息 我们正在努力查明真相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 蒂姆·伯切特·Tim Burchett 在对出席国会公开听证会的证人表示赞赏时说 我要感谢大家 今天我们创造了历史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籍新进众议员 罗伯特·加西亚·Robert Garcia 对证人表示称赞 说他们很有勇气 并将周三的听证会 描述为他在国会的头七个月中 经历过的两党合作最多的讨论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籍众议员 贾里德·莫斯科维茨 杰瑞·莫斯科维茨 补充道 许多美国人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 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 不应该是非人类起源的潜力 国会议员卢娜 最近指责美国政府阻碍立法者们提高透明度 称他本人和其他议员 前往佛罗里达州空军基地 寻求有关军事飞行员 目击不明异常现象 UVP的信息时遭到官员拒绝 卢娜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们拒绝回答举报人提出的问题 回避了美国人的担忧 并承认不明异常现象 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 这是极其不必要的 而且是过度的保密 在周三的会议上 前军事官员格雷夫斯指出 有许多更可信的证人拥有重要信息 但他们犹豫是否站出来 因为他们担心遭到嘲笑和报复 他表示 集中性的报告目击事件的方法 将避免潜在的报复 国会议员表示 有兴趣通过两党立法创建这一系统 前海军上将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 John Kirby表示 不明异常现象是一个 值得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 他说拜登 Joe Biden 总统和他的政府正在认真对待此事 科比在国会听证会后对白宫记者们说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现象影响了军事训练 影响了军事准备 事实是 我们对这些事情没有硬性且快速的答案 UFO和UVP话题一直以来都充满了谜团和争议 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 以及政治界对于透明度的呼声 这些神秘的现象终于开始成为政治主流话题 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解密 让公众看到更多的真相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的发展 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报道 如果你对于UFO和UVP有更多的想法和见解 请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